人生有大风浪 我们当然害怕大风浪 不过有没有什么对象 比风浪更可怕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约拿书的灵修 我们已经进行两次了 那么已经看到约拿下了船 下了船之后遇到风浪 然后船主把他叫起来 要向他的神祷告 那随手们遇到这种可怕的事情 于是他们就彼此说了 到底是谁造成的 谁引起这种灾难的 于是按照他们当时的信仰操作 于是就抽签了 来决定到底谁引起这件事情 那么一抽 真的抽到约拿了 那么暂且不表 这个抽签怎么进行 这些都不是重点 于是就被逮到了 于是他们就问约拿 说 你怎么搞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是哪里的人 你是哪一国哪一族的 意思就是 他们要搞清楚约拿的背景 怎么搞的 因为他而引起这个大风浪 约拿呢 圣经的记载 你可以感受到 他是一个好像在这种紧急状态中 还慢条思理的说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我的神耶和华 真是让人家很难以明白 上一集才讲 大风浪之中 他还躲在船舱里面沉睡 一个逃犯会这样子吗 不可能啊 那么现在人家把他逮到了 他还慢条思理的就把自己的身世 讲了一次 还说我还敬畏耶和华 于是他们就追问了 水手们 那那那那那那 那怎么办啊 怎么样才能够平息啊 约拿说很简单的 把我丢到海里面就好了 这水手一听 没有马上坐 你可以看见这些水手 还挺有良心的 于是水手听了之后 还是努力地操作这艘船 希望能够逃离风浪 不过怎么做都没办法 最后他们实在没办法了 于是他们就向耶和华祷告 说我们实在没办法 我们必须要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 平息这个风浪 求耶和华 不要把这个杀人的血的罪 归到我们身上 于是祷告完了 他就把约拿丢到海里面 于是风浪就平息了 接下来水手大大惧怕 惧怕谁呢 当然风浪都停了 还要惧怕风浪吗 肯定不是啊 那就是惧怕这一位掌管风浪的 耶和华神 这段经文是约拿记里面 一个开场白当中 一段很高潮的经文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这问题是什么呢 水手怕什么呢 由害怕风浪到害怕这位真神 第二你看看 约拿这个人 第一节开始就说 他要逃避耶和华 不要去跟离离围城的人宣讲神要他讲的话 于是他就往西坐了一艘往他师的船 明明是不想把神的话语告诉尼迪威 这个动机很清楚的 不过因为风浪的缘故 约拿却甘心乐意 把神是谁 在船上向水手讲出来 换句话说 他虽然没有去讲神 神要他向离离围人讲的话 就在这个转变之中 他却像一群往他师去的船上的水手 也是外邦人 见证神 你看到神的奇妙吗 人虽然有自己的计划和作为 但是神能够用出人意外的方法 让人继续为他做见证 倒过来看 今天我们要思考了 那约拿到底是愿意为神做见证呢 还是不愿意为神做见证呢 这就是约拿书引发我们深思的一个原因 到了下面的记录 我们会越来越清楚 到底约拿这位在船上都可以为神做见证的人 为什么却逃离 往离离围去呢 今天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首先认识 不管人如何 神是拯救的神 于是就在船上施行拯救 不管约拿的心情如何 神还是使用他做出了见证 而且使得这般本来不认识神的 只知道风浪之大惧怕风浪的水手 这时候听到了神的名字 看见了神的作为 甚至还向神祷告 最后还敬畏神了 愿神也使用你使用我 在人生有些风浪的时候 我们真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风浪 但是有时候风浪是神在每一中特意安排的事情 我们就顺服神的带领 也在风浪之中为神做见证 使许多人看见我们就看见神 许多人因为我们向神祷告 许多人因为在风浪之中我们的表现 于是他们就敬畏耶和华 愿神祝福你 让我们在今天的人生之中 我们不希望有风浪 不过风浪来临也一定有神的美意 愿神的美意在你我的人生中显明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